我现在到法国巴黎了 今天外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冷一点 从一打开飞机门的时候 就觉得冷风直接往飞机里面灌进来 要下降的时候机长广播说 巴黎只有5度 简直惊呆了 因为我查了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上面说大概18度左右 但是5度真的好冷 现在已经5月了 竟然又下雨又刮风 巴黎的天气真的是太不可爱了 我竟然每一次来巴黎都给我下雨 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而且我看天气预报说 只有今天是特别冷 昨天前一个礼拜 或者是后面几天都会 天气会变很好 后面几天都要变到20几度 为什么就我来的这一天天气那么糟呢 所以我们从飞机场再一路过来 一直都在下雨 我本来要跟小伙伴们约好 一起去市区看艾佛铁塔 现在他们也就不大想去了 所以等一下就我一个人去City 可是我今天应该也不会去看艾佛铁塔 因为我还是想等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再去看 因为天气这样又下雨 就阴沉沉的拍出来照片也不好看嘛 所以我刚刚就Google Map了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室内去 我准备去一下那个彭皮都艺术中心 因为只有这个开到最晚 现在已经下午是三点半了 所以我到市中心大概要四点半的样子 很多博物馆都是六点钟五点钟多就关门了 彭皮都艺术中心大概是九点钟关门 所以我准备去逛一下艺术中心 然后喝个咖啡 然后再去shopping一下 来巴黎怎么能不shopping呢 既然外面天气都那么糟了 我们就做一些室内的活动吧 去买一点东西 因为上次我也是当 我是答应我朋友帮他代购一个结婚对件 不过上次因为我忘记带护照 记性比较差你们懂 上次忘记带护照出门了 所以这次准备过去帮他买戒指 然后自己再看一下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然后再看是在市中心吃晚餐 还是回来吃晚餐 好吧那等一下再决定 我们现在就出发 现在都越来越小了 然后走到了不在行程中的巴黎圣母院 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虽然雨变小了还是好冷啊 必须看一下钟楼坏人在不在 所以在巴黎为鸽子时就是热的画风 鸽子, 漂亮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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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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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真的 刚刚的咖啡还蛮好喝的呢 而且这家店有很多寄卖的艺术品 然后还有很多不同地方产的豆子 现在完全不下雨了 所以我决定我要先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买好东西之后就要去埃菲尔铁塔 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 我今天一定要看到埃菲尔铁塔 不然的话这两次真的是白来了 我以前也常常一个人出去旅行 其实还蛮享受一个人在外面走走逛逛 然后可以认识不同朋友的那种感觉 而且真的是自己的计划就不用在乎别人的意见 然后自己想干嘛干嘛 想吃什么吃什么 好了 我现在要去搭地铁了 先吃把东西 先把朋友的任务完成 然后我们就去埃菲尔铁塔 哇 哇 虽然天气很糟糕 但是看到iPhone擦我还是好开心 其实好像可以等它天黑了之后 再看它的夜景会比较漂亮 可是我好累 等不下去 好像好饿 这次就随便看一下吧 等下次天气好我一定会重新再来的 好冷好冷 我现在在等车回去酒店 因为这边非常安静 我也不敢大声讲话 前面在去巴黎春天之前 天气还好就没有再下雨了 可是在巴黎春天里面耽搁了一阵子 因为买东西啊退睡啊 然后想给自己买一个LV钱包的 结果等了30分钟排队进去 可是它竟然没有货 好吧 那就也帮我自己省钱呢 所以之后出来的时候 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好冷 所以我现在要 本来还想去卢福宫那边逛一下 可是我现在真的好饿又好累 那我昨天晚上真的没有这么睡觉 所以现在要赶快回去酒店吃 我现在做的呢 这个就是比较长途一点的火车 地铁 不知道怎么叫 所以它是有上下辆彩蛋 它这个叫英文字母叫RER 但是我不知道把文怎么验 然后把文的发音真的是非常的难 你看看它的座椅是彩色的 它真的蛮脏的 你们看 来了几次巴黎 虽然有的地方有一点脏乱差 可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因为买之前人家都说 巴黎一点都不浪漫 然后到处都是垃圾 然后到处都是药骚 确实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糟糕 而且觉得法国人没有 也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傲慢 然后那么不爱我 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英文是破零点 但是遇到的人都是还蛮 就是热情跟友善的 再到的服务生也都是还蛮好的 以后还是会想办法多来几次的 因为你看每次来 也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外面而已 还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 就像前面讲的蓬皮度跟鲁石峰 还有那个 还有奥赛啊 还有菊园 很多很多博物馆跟艺术馆 其实都是我想要去的 当然拜托请让我下次来的时候天气好一点 好吗 而且巴黎的交通真的还蛮方便的 我买的是那种一天的通票 它就是这种火车啊 地铁啊都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就随便做 而且真的是私通八达 虽然有一点旧了 但是确实是还蛮方便的 回到温暖酒店了 我的晚餐也终于上来了 现在已经晚上快十点了 十点的前菜是鸡肉 加生子 生子 还有一些像豆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边上那个泡沫 也是格力的汤汁煮出来的 很鲜 我们配了一杯白米酒 那法国还是要试一下他们的酒吧 边上的是那个餐前面包 面包意外的超好的 法国人做法果然很厉害 就开动了 再来啦 是烤鸭熊号 然后美容放在树枝上面 然后它有一片 鸡肉菠的慕斯 因为它好像水 鸡丝的一个酱汁吧 看上去好好吃啊 那另外给我一个 放九块鸭熊 好啦 那我就要开动啦 今天的影片先拍到这里 我明天 我明天中午回去半夜到礼拜 然后我后面有三天的休息 所以我会坐三点多的飞机去香港 所以我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准备好一切 回家打包 行李 这一切的一切 然后再赶去机场 所以我要去香港玩三天 我在香港会去买相机 我实在是忍不住我这个画质 我实在是对你做不起大家 我会去香港买相机 然后去玩一下 然后后面的也会在香港拍视频给大家看 敬请期待吧 好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我点赞 还有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香港见啦 拜拜 拜拜